证语的知识跨年影响时间的朋友可算是一股轻流 在每一年的跨年影响 和证语都会对年度商业、科技和公共费物领域大时间进行评演 深入洞察对来趋势 将时间的朋友跨年影响达到成为和高质量差异化的年度IP 2015和2016年时间的朋友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场 所为求知者们的年度知识宗演 今年近万张门票 共是在开票几天内被疫情依光 12月31日晚8点30分 2017年时间的朋友 跨年影响就将与公众对面 并算真正卫视和摩洛平台同步播出 不久前和证语的透露 今年的演讲主题会聚焦中国式机会 中国式机会主题很大 所以从各个维护权势 进入到不同层面 有不同的讲法 一般人很难把握 和证语如何权势对于主题 能讲出心意引发大大的不明吗 提到中国式机会 你可能会想到中国当下的热点 比如商业领域的共享经济 新名售 学习领域的知识服务 技术领域的人民智能 这些是否会成为罗正宇 阐述的一部分呢 所为知识服务行业的开创者 来到APP抓住了知识服务 这个主属于中国的创业机会 那么作为学到APP的创始人 罗正宇又如何看待 这背后的逻辑和机遇呢 罗正宇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 和一个独特的机会拥有者 我们将重新思考 这一代所有有上见心的人的 处境和未来 那么这些独特的机会 对普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又将如何影响和载变 普通人的生活 它们是续投之间的战争 一种的游戏 还是属于这个时代 我们每个人的机遇呢 从前两年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来看 除了听采的演讲内容和重磅嘉宾 卢正宇还会发布一些重磅资源 例如2065年 跨年演讲 卢正宇国家首发了 《未来典史》中文版 该书在2017年 我们的战区各大补书排行榜 成为当初退的年度补书 又年入正宇又退推出 哪本年度补书呢 还是会卸取机会发布 让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时间的朋友 《未来典史》中文版 《未来典史》中文版